這題是說,α,β都是銳甲 cosα是七分之一 cosα是十四分之十一 那他問α加β等於多少 這怎麼做? 我們先把sinα找出來 sinα就等於多少 cosα就可以把它看成r分之x sinα就是r分之y 那y的話就是r的平方減掉s平方開更好 就更好多少呢? 7749-1的平方 這樣就48 這r的話就是7 7分之48,更好48 然後sinα 就等於多少 r現在是14 14分之更好多少呢? 14的平方減掉11的平方 這樣多少? 14-11是3 再乘以多少? 14加11是25 所以是14分之5 更好3 那這個呢是多少? 48的話可以充足4 48的話充足16 368 4更好3 這7分之4更好3 好,那我們先來看 他問cosα加β 那cosα加β 那cosα加β 我們就用什麼呢? 用cosα加β 給它展開 就cosα cosβ 減掉 sinα 減掉 sinα sinβ 那這點多少? cosα是7分之1 cosα 是14分之11 更好3 sinβ sinβ 是14分之5 更好3 那這點多少? 那這樣等於7 乘以14分之4 11減多少? 45 20 20 乘以3 60 所以是60 減11 1 沒有,這是9 85-1 49 這是49 而且是戶的 77 49 7 德基7 24 所以是等於2分之1 那2分之1 因為這兩個都是瑞角 加起來的話 小的話 α加β 加起來它是小的多少呢? 小180 那當然是大0 所以在第一 第二向線 我們知道 第二向線cos是負的 所以α加β 是在第二向線 讓我們曉得 這個剛好在什麼呢? 剛好在第二向線 那這個是多少? 這是60度 那這是120 所以我們就曉得 α加β 等於120度 因為我們知道cos 這是120度 等於多少? 等於是cos 180度 減0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等於 負的cos 60度 等於 負的二分之一 所以 這個cos α加β 如果是負的二分之一的話 那α加β 就是120 所以就得到 α加β 等於多少呢? 120度 達到 3 2 2 3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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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